天上帝的神明圣诞 在南童的民间 向寿天宫也涌进了静香团 有一名来自嘉义的男子 在方便抛的时候 不小心吓到旁边的人 没有想到在静香团里头 有十几个男子就动手痛打他 就造成了他的头部受伤流鼻血 送医之后发现有轻微的脑震荡 秋库车十万火急赶往冲突的现场 路上还遇到一整排的静香团 只得放慢车速行事 好不容易抵达寺庙的广场 有人赶紧指引救护车方向 把你接下来 现在在这里 男子手捂着鼻子 防止流血意识还很清楚 但在几分钟后 头痛欲裂 得再度躺回单架上 冲突发生在寿天宫的广场 二十六岁的男子进完箱 放鞭炮准备返回嘉义 鞭炮声量 惊吓到其他的静香团 团客不满 十几位男子出手将他痛打一顿 他们不爽吧 啊就是就一直走啦 我又跟他说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啊结果他们十几个 就来欧打我了 不管吴先生的道歉 十几名年轻人血气方刚 痛欧后一哄而散 男子在朋友的陪伴下宋迪 索性没有大碍 已经返家休养 中天新闻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 好 谢谢观看